毕竟要帮助家境浴室家庭 到达当下董事会连算落单赏爱心 来自到达七冬国家庭1120多个浴室家庭的家庭 这次都可以得到一张500块的特殊类 并且正说到达当下市的一间爱心菜店来经文区和刺激 当下董事会表示 希望您保证应用的行动 会等于家庭感受到社会温暖 最后这间切割非常热烈 很多学生在老师跟董事董事会志工的培董事会 挑战合用的文区切本 主办单位表悉 感谢国家的赞助和华东继续下去 今年一间雷山平安年 我们每年都去办两次上下学习各一次 我们今年也有增加一间学校 所以我们目前总共有15间的学校 一百二十几个学生 这次台北北的学生前来切割的老师表辞 真感谢当下董事会和切割的老师赞助 让这些学生可以用功课液 安心来设置 笔记本 还有剪刀那些类的 铅笔盒 还有耳机 文具用品 当然是以实用的文具为主 也是有跟小朋友说如果要买玩具的话只能买一样这样子 希望他们好好利用这个别人帮助他们的一个机能这样子 我想这是当时国家的政府 一条恒惯 大家共同的这个理念 就是希望比较少年少年少年少 可以透过社团 透过社会主缘 让他们关心 让他们感到这个困难的社会要是很大很大的温暖 希望这四人没多钱 但是希望说可以够减少来减少到我们家庭的负担 让我们小朋友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 主办单位表辞 爱心做学的华董的池塞班下去 希望他们抛转营业的行动 让各个社会神心来享用欲赛关怀 让学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继续欢迎参考报导